继李文揭露中国好声音内幕语音曝光后 各方声援层出不穷 有人为李文伸张正义 也有人借此讲述自己遭遇的不公待遇 随着好声音的停播 后时代才刚刚开始 有消息称 著名主持人华少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而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 该消息称 因为有一定的证据 因此 一旦情况属实 华少将会受到法律惩罚 因为这件事 华少最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 看起来显得非常憔悴 此外 结合网传中国好声音制片人也被带走调查一事 网友猜测两则消息兼有着某种必然联系 看着好声音事件愈演愈烈 乐家也加入其中大道苦水 自曝自己在综艺节目超级演说家中遭遇的不公 根据乐家的说法 因为八年前被节目组恶意剪辑 所以生活全被毁掉 就连自己的女儿也一度受到攻击 与此同时 乐家还一并回应了太监和耍酒疯的事件 声泪俱下的乐家一度被数十万网友同时在线围观 听他讲那那些过去不为人知的事 但讲着讲着 慢慢画风就变了 乐家说并没有打算揭露谁 更不打算指明道姓 但他并没有停止揭露 从超级演说家开始 乐家将话题慢慢引向了已经播出13年的《非诚勿扰》 众所周知 乐家作为这档相亲节目曾经的点评嘉宾 与孟非和黄汉是当时响当当的铁三角 他们各具特色 在节目收视持续飙高的情况下 乐家更以鲜明的个人特色而备受追捧 随着乐家的出走 转遍航道的乐家在吃了几年红利后逐渐走向没落 一度落败到街头公演的地步 每次出现在媒体面前 除了失魂 就是落魄 在最新的直播中 乐家更是主动爆料《非诚勿扰》的本质 根本不是相亲节目 实际上是一个大型谈话类节目 女嘉宾只想站在台上并不想选人 她更是直言 《非诚勿扰》的所有上面的人都是演员 看着乐家的这次爆料 有网友表现非常愤怒 认为《非诚勿扰》节目组欺骗了粉丝十几年 应该被判刑 当然 也有不少网友持相反的态度 大家认同综艺节目有剧本的表演成分 但对乐家这种放下碗 骂娘碗的做法表示不理解同 不少人反问 你在那做了那么久 赚了那么多钱 早干什么去了 现在才想起来爆料 可以说 乐家这次搭乘好声音风波快车爆料的操作 已经变了味道 从最初的被同情 到后来的博眼球 再发展到如今借助直播卖货的人气转化 她的爆料彻底翻车 在此过程中 观众似乎都看透了综艺节目作秀的本质 与此同时 也有网友提出新的疑问 是不是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人文综艺节目 也是有剧本 提前排练的呢 根据百度百科资料 中国诗词大会的分类一栏中 她属于娱乐活动的范畴 也就是说 不管节目上的选手多么满腹经轮 也不管练评嘉宾是何等的妙语连珠 更不论主持人的谈吐气质多么高雅和博学 它都改变不了定位是综艺秀的本质 既为综艺 那就必然需要制造爆点 博野球 创话题等推广传播手段 但无论其中有多少秀的成分 作为一档吟师作父的真人秀节目 都可以说是时代的一股清流 让人了解到古狮子的精妙 由今 中国好声音的舆论似乎消停了 但她的身后事却发展正近 于成庆回应好声音50瓦转定费 承认李文被针对 话里有话 众所周知 好声音的风波热议不断 一方面大家觉得李文生前在节目组被针对 这是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 因此不少明星 学员 网友纷纷发声希望帮她讨个说法 一方面是 除了李文所说的不公平的赛制外 不少学员都表示这其中还存在许多收费项目 比如冲钱刷流量 买晋级名额 50瓦转定费让导师转身 还有网传3000瓦就可以内定冠军 但在风波之后 几乎所有参加过好声音的导师均不做回应 始终保持沉默 这也让外界认定录制好声音期间 可能不少导师都从中获利了 而在9月1日 曾经参加过好声音的导师宇成庆 也首度正面回应了此事 对于这次的风波 宇成庆首先提起了已故的李文 承认对方确实被针对了 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对待 而李文对于音乐的影响 热情 以及突然的离世 也让宇成庆深感难过 觉得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位优秀的歌手 除此之外 宇成庆还提起了转定费仪式 网传让导师转一次 椅子就需要50瓦 但宇成庆却表示自己不知道此事 并强调如果自己不想转身 谁逼他都没有用 除非宇成庆主动转身 这句话看似是在为好声音做澄清 实际上最后宇成庆还添上了一句 当然这只能代表我自己的状况 显然是话里有话 暗逢导师中或许有转定费的规则 只是自己还触及不到 毕竟宇成庆总共只参加了几次好声音 还都是在节目的创始之初参加 那段时间节目组估计不会随随便便就收取转定费 更何况宇成庆的组上市豪门 家中背景不错 要说年轻的导师碍于今后发展问题 需要听从节目组的安排 但宇成庆却不需要这么做 好声音也不至于来应的 其实翻阅宇成庆近些年来参加的综艺节目不难发现 他几乎从19年后就没有再参加过好声音 虽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原因 但大多数选手曝光遭受内幕的时候 多半都是在20年、21年 以及李文参与的22年 或许宇成庆确实错过了这些内幕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 在宇成庆回应风波之前 好声音还被爆出了大瓜 称主持节目长达12季的主持人 华少依斯被带走调查 目前人已经联系率所处理此事 由此看来 好声音中确实是存在部分问题的 而他们的几位主要导演 不是沉默不语就是注销账户 给人感觉其中或许还有许多故事 总之 希望有关部门在调查后尽快给出节结果 也算是给已故的李文一个交代 不要辜负了曾经喜欢节目的观众们 同时也希望所有的综艺节目引以为戒 用心做节目 只有大家认可了的好声音才是真的好声音 9月1日 网传一则消息 让网友们瞬间炸开了锅 据悉 这一次依然是好声音黑幕持续曝光 主持人华少依涉嫌其中 被传已被带走调查 引发全网热议 据了解 好声音是一档著名的音乐选秀节目 自开播以来备受观众喜爱 而华少作为该节目的主持人 凭借其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和专业的素养 深得观众的信任和喜爱 言人 最近有网友爆料称 华少可能涉嫌违规违法 操作比赛结果等 这一消息已经爆出 立即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 对于这一事件 不少网友表达了愤怒和失望 他们表示 华少作为一位资深的主持人 应该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素养 如果真的涉嫌违规操作 将会对整个节目和主持人行业造成巨大的影响 同时 这让人们对选秀节目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产生了质疑 据相关媒体报道 华少已经被有关部门带走 接受调查 这一消息的确认 也让网友们更加关注事件的进展和结果 对于这一事件的发酵 不少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 他们深入挖掘选手和节目组之间的矛盾 采访了相关人士 对事件的细节和真相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这些报道也让网友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一事件 同时也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 在这一事件中 我们也看到了公众对于选秀节目和主持人行业的关注和期待 他们希望节目组能够公正 透明的操作比赛 保证选手的权益 同时 他们也希望主持人能够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素养 为节目保驾护航 相信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 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 对于违规行为也将进行严肃处理 同时 我们也希望这一事件能够引起整个行业的反思 加强主持人和节目组的职业素养和道德建设 为观众呈现更加优质公正的节目